来过杭州西湖 你能带走的除了留在记忆里的美景 手机里的照片 还有就是文明天下的西湖龙井茶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看西湖龙井到底是怎么来的 清晨六点钟 茶山上刚刚洒上阳光 采茶的队伍从村子里各个小巷子 熙熙然然向茶山上走去 时至今日采茶的已经没有少女 有的只有中年妇女 龙井茶只采上面的两片嫩牙 作为采茶的老手 他们快速地倒进了双手 茶叶一片片地落到篮子里 除了午休外 他们会从早上六点钟采到傍晚的六点钟 傍晚便是家里男人动作的时间 傅师傅从17岁开始学炒茶 到今年57岁已经干了40年 现在村子里都已经用上了机器炒茶 但不要以为机器炒茶就很简单 机器的温度设定 时间 各类参数都需要有经验的老手才能操作 邻居家的机器出问题都要找出手 因为他最有经验的 茶叶要经过两排机器 不同温度炒两遍才会呈现我们熟知的龙井茶扁平的样子 但这并没有完 机器炒完还需要傅师傅手工回锅一次 最后再筛一遍 茶叶才算真正制作完成了 这样的工作傅师傅要一直干到深夜 把当天采用的茶叶全部加工完才能睡觉 感谢观看